大黑的呼吸因为紧张而急促 他左手伸直右手掏出砍骨刀 让两位队友为自己断臂 如果他们不敢就自己来 另两人忐忑同意 他们注射好马飞扎好支鞋带 把刀刃擦得一尘不染 再三秒准 不聊刀落途中 第三个队友竟然闯进来鸣枪阻止 大黑惨叫不已 他们成功了吗 又为什么出自下策呢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电影解冻 这可能是离我们最近的科幻片了 片中全球变暖北极严重融化 大部分人却麻木不绝 环保主义者绝望了 他们认为10到20年内世界就会毁灭 民众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觉醒 除非用生化恐怖袭击来下行他们 病毒灾难从此全球开花 每天都有几百人丧生 伤万人感染 咱们的主角艾弗林跟爸爸关系很差 但就令他也得承认 爸爸是生物学的领军人物 最近爸爸在北极科考时呢 跟队友抓到一头北极熊 还因为冰层融化 发现了一头几万年前的蒙马像尸体 这将是空前绝后的大发现 最近有五个新人要来跟他一起科考 一个就是艾弗林 而另外四个人里呢 飞行员叫大黑 亚洲女生叫林 卷毛的是他的男友 最后一个叫安东 他对艾弗林有一点意思 一星几人呢 坐直升飞机飞到北极营地 因为艾弗林爸爸一直在野外科考 这里空无一人 黑胡胡的 人们摸黑探索 好像看到什么东西 原来是头北极熊已经腐烂发臭了 大黑觉得这个熊好壮观呀 把手搭在上面拍了张照 他的手呢 马上起了个包 多半是跳草药的吧 应该没什么大不了 一身人静 艾弗林和安东 被诡异声响惊醒 仔细一听呢 原来是林和男友在 为爱鼓掌 然而两个人的鼓掌 并不顺利 因为地上忽然赞出只虫子 男友从小对虫子 有阴影 吓得跑了出去 其他人也相继醒来 他们听见科考队的车子 开了回来 可车上不知为何 只有一个人 其实当初艾弗林爸爸 发现猛马像尸体之后 怪事就一直不断 先是队里的向导 生了重病 另一个女助手也不舒服 爸爸面色凝重 一边拿摄像机做记录 一边电话警告女孩 不要过来 由于他没有说明原委 两个人的关系又差 艾弗林误以为 爸爸讨厌自己才不让来 所以偏要来 过阵子 染病的向导死了 女助手也越发病重 只剩下爸爸和另一个男队友健康 两人窃窃私语 活不成了不如处理好他 不料女助手先行下手 给他们一人一枪 现在女助手去车回来 一头冲进直升机 没多久就昏了过去 人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发烧呕吐 显然病得很重 片刻后他回光返照 只说一句 别让他们离开这儿就死掉了 这阵子 林的身体也张起奇怪疙瘩 俗话说邪呼到家必有鬼啊 大家害怕想撤 却发现直升机刚刚被女助手破坏了 他们只好呼叫救援直升机 预计几个小时之后到达 艾菲林还不知道爸爸已经遇害 跟安东去野外科考点接他 两个人首先注意到出土的猛马像尸体 为之感到兴奋 不过这个尸体里面有东西在活动 好像有卵 也有虫子 还是先找人吧 两个人出门找到了被枪杀的男队友 艾菲林预感不妙 找遍帐篷也没有找到爸爸 只找到一座坟墓 他崩溃了 试图挖出爸爸 但是安东不希望他受刺激 直接把他带回林底 艾菲林通过观察尸体 大致明白是女助手枪杀了其他人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展开调查 发现女助手的尸体已经产卵生虫 实验室的北极熊也产卵生虫 他跟安东从同旅顺终于明白 猛马像尸体里藏着远古寄生虫 它们喜欢钻进活物体内产卵 女助手死前曾说 别让它们出去 指的就是别把虫子带出去 北极熊和女助手都是被虫子感染的 而林和大黑可能也被感染了 大黑思思疾恐 决定在虫子蔓延前壮尸断腕 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艾弗林和安东提前做好急救准备 紧张剃刀 然而林的男友认为这样太疯狂 用枪阻止 安东受他干扰一刀没成 艾弗林补上一刀 又一刀终于切掉 这么下来 大黑疼得昏厥 另外两个人用喷火器烧死 断肢上的虫子 并且用纱布为他治血 艾弗林找纱布时 意外翻出了父亲的笔记 上面详细记录着虫子的资料 比如他看着像虫子 其实却是脊椎动物 雄性只是咬人疼 但不感染 雌性才在人体内产卵繁殖 这些资料还是不够全 艾弗林想起女助手在逃回来时 随身带着录像机便放了起来 这是爸爸前阵子的影像记录 大家采访开头 还没看出什么头绪呢 地面就钻出一只虫子 他们溯源找去 发现虫子是从实验室爬出的 而北极雄已经全是虫子 让人头皮发麻 他们看到傻眼 又被林吓了一条 他前阵子被大家锁在隔离屋里 现在体内也钻出许多虫子 让人开门也不是吧 不开门也不是 林健男友犹豫 叫他快别装了 明明他在鼓掌时 和自己一起被击伤了 男友生怕录像 忙给了他一枪 但是又没打死 大黑纹身赶来 给了他一记老拳 刚才大黑检查胳膊 发现断臂计划失败了 自己身体里早已是蔓延冲乱 必死无疑 刚好呢 林也正承受着死亡折磨 他便要来两只马飞 自己跟林一人一只 在拼尽中历史了 隔离屋的门被打烂之后 虫子扩散只是时间问题 林的男友准备撤离 但艾弗林和安东也不傻 他们见他把林打死 就猜出他以为击声 是在杀人面口 所以不让他走 他受够了 八枪准备行凶 但枪声响起时 死的呢竟然是他 是艾弗林爸爸开的枪 他虽然被女助手袭击 但是并没有死 艾弗林之前挖的坟 其实不是他的 而是那个向导的 他的伤势呢 并不致命 也没有感染 只是催女儿快烧了营地 艾弗林欣然执行 但忽然有了个可怕的想法 爸爸会不会是幕后黑手呢 他继续播放之前 没有看完的录像 爸爸在录像里说 全球变暖导致这种恐怖虫子 在北极复苏 如果继续变暖 类似的灾难还会更多 自己要把环境灾难的恐惧 刻进全人类的脑海里 为此愿意牺牲自己 也愿意牺牲千万人民 说完故意把寄生虫 放进自己体内 看来他想亲身 把虫子散播全球 用死亡恐惧 唤醒人类的环保意识 艾弗林哀求爸爸不要 但是来不及了 撤离直升机已经来临 爸爸谎话连篇 先说自己健康 又说营地里再没辨认 催促飞行员快走 安东急了 徒手抓住直升机 滑轨不放 飞机晃得越来越厉害 他保不住 重重摔死 艾弗林也急了 连开竖枪打死驾驶员 直升机均入营地 人和虫子早生火害 艾弗林饱受悲伤 恐惧和疲惫的折磨 昏睡过去 哪怕被新一波救援 带走时也没有睡醒 父亲牺牲一切 只为把恐惧 传到所有人的脑海里 虽然他没能如愿 但这份恐惧 却永远地留在了 艾弗林的脑海里 他成了坚定的环境主义者 常在广播里面呼吁环保 可惜人们已经娱乐至此 不爱听他说教 只是把他的历线 当都市传说来听 某天死生的虫子 又通过鸟泪 传播到了大陆 看来这些麻木的人 逐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娃Fans 咱们下期再见